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紫禁城的西面 自南至北 依次排列着南海 中海和北海三处大型水面 总面积大约170公顷 它们被合称为西远三海 海是蒙古语海词的简称 是水域的意思 西远三海历经辽 金 元三代的拓建 自明代起被列为皇家专用的禁院 是地后代一处重要离宫别院 中海和南海一般被称为中南海 现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重要机关办公所在地 北海现在为北京的一处重要风景名声 面向公众开放 那么西远三海分别有着怎样独特的建筑风格 在这里又发生了哪些改变王朝命运的军国大事呢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自进场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 继续做客百家讲坛 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故宫第三部第十八集 西远三海敬请关注 在皇宫的西面 有西远三海 就是南海 中海 北海 我们今天称中南海和北海 皇宫和西远 中间是一阶之隔 距离二百四十六米 今天我讲西远三海 我分开说 一 南海之碑 二 中海之雄 三 北海之秀 先说一 一 南海之碑 南海大家首先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个新华门 新华门上面有个门楼 清朝叫宝月楼 天龙皇帝八月十五曾在这登楼望月 所以这个楼也叫望月楼 我就曾经在六部口住 到南昌间 我每天都走 在一段时间里都每天走 走那我一定要看一看这新华门 真漂亮 我有一次给一个建筑学家 我说咱们北京 那么多的门楼 天门当不比那皇宫门 就是一把各部 各大机关的公司的门楼 没有一个比新华门更漂亮 天龙干嘛要盖这个新华门的门楼 就是宝月楼 相传 天龙是为香妃盖的 香妃 现在搞清楚了 就叫容妃 是维吾尔人 他的叔叔兄长 在新疆 一个重大的战事当中 利用特殊的功训 所以乾隆皇帝 就封他们爵位 他们家里很多人就到了北京 这么香妃就入了宫 乾隆一看这香妃 人品娴熟 姿色秀美 善于其色 很受宠爱 传说 这个容妃身上散发一种香味 所以俗称叫香妃 这香妃他也想家呀 你又不能回家看 传说乾隆在这修个楼 八夜节的时候 他给香妃到楼上 看什么呢 现在长安街的南侧 那个胡同 现在就安抚胡同 那个地方住着什么呢 住着回民 这一条胡同住回民 当时叫回回营 还修个礼拜四 回民做礼拜 香妃在那可以看到礼拜四 看到安抚胡同的 那些回民的生活的情景 有人说你说是传说 有点根据没有啊 乾隆有首诗 跟这相关 叫做宝月楼诗 诗说 东宾浮北照 春歌出南城 宝月西时纪 少年近日营 平文新福路 静影大光明 领次居回步 安息戏远情 也可以解释 他和香妃白节登上的宝月楼 既望月又看到礼拜四 诗的意思还是乾隆皇帝关怀 包括新疗 包括新疆在内的国家像元月一样大一头 宝月楼一里 就是南海 明朝是没有 因为明朝的皇城往南移了 所以永乐的时候呢 就把这儿中海往南沿了 挖 挖成这个南海 挖那土怎么办呢 就中间堆着一个小岛 明朝叫做南台 永在南边叫南台 清朝 清朝觉得这儿挺好 康熙啊 千荣啊 等等 继续在这儿盖着很多的楼阁 亭 斋 等等 那得起个名啊 叫南台也不好啊 康熙皇帝就想去 传说是那个英州摇台 蓬莱方丈 就把他叫做 英台 英州取的营子叫英台 就是仙境 英台韩元殿 康熙的时候 就经常到这儿御民听政 接见大臣 特别夏天的时候 那时候西郊来唱春演还没盖得 康熙这个人呢 对大臣比较亲和 大臣一门听政完了以后啊 赏四点食品啊 把扇子啊 赏个字啊 赏个雁台啊 松花雁啊 等等 康熙挺高兴 说这个南海有鱼 鱼很多 他说让大臣们在这儿可以钓鱼 下朝以后啊 在这儿钓鱼 钓鱼 踢鱼回家 年年有鱼 不是很高兴吗 大臣想想看 这个大臣有了 岁数很大了 六七十岁 甚至有七八十岁 弄肝钓 钓了好半天 钓不上鱼了 你这挺扫兴啊 康熙这人呢 他是很有意思 他怕这大臣吹着干儿钓 钓不上来 不好意思啊 他让这个太监呢 用网捕着鱼 捕完以后 弄那个丝线 把这鱼嘴一个个穿起来 不出水 把他穿起来 一串一串的 他不是有那个桥 不有那个望柱吗 随着缠着望柱上 一个望柱缠一串 一个望柱缠一串 缠好多串 大臣退朝以后 拿着干儿 表示要钓 少待会儿以后 就一人踢了一串鱼 一人踢上去回家了 就表示钓了鱼 我钓上来的 钓就比较一下了 酒鬼酒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堂堂大明天子天启皇帝 为什么差点被淹死 历经图治的清朝光绪皇帝 如何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 静静关注大故宫之西苑三海 银台对我们今天流传比较多的 就是那个韩元殿 这韩元殿这是明朝和清朝 默契两个悲剧故事都发生在这 一个就是天启皇帝 天启皇帝不好玩吗 好做木匠活吗 他带一批人坐一个大的龙船 他哪滑呢 就在整南海里的滑 魏忠贤 魏忠贤呢 客室啊 他们弄一个船那滑 那天启皇帝呢 和几个太监呢 等等又弄一个船滑 天启皇帝滑这天呢 是端午节 本来天挺好 正高兴滑滑突然起风了 这船怎么一摆 他这么在山一高兴一转歪了 一下就落到水里头 他不会游泳啊 天启皇帝在水里面乱扑成啊 那个小太监也不会游泳 在那乱扑成啊 幸好有人会游泳 到海里把这个天启皇帝 从水里拖出来了 呛了好多口水 你想想看 堂堂达明天子啊 跟落汤一样 给水里拖出来 很狼狈啊 但是有人写手公词 说什么呢 说 须一片欢声洞 蓬出真笼水面来 大伙都很紧张啊 须一片欢声洞 皇帝没死了 给救上了 蓬出真笼 这是真笼啊 水面来 给救出来 但是这一烟不得了啊 天启皇帝啊 又灌着了 水降着了 又惊又下 过一段时间天启皇帝就死了 他只在位清免就死了 那清朝末代末世皇帝也在这演出一场悲剧 就是光绪皇帝 大家知道光绪二十四年吗 无序变法 失败了 刺激发动了武序政变 政变之后 把光绪皇帝虚位了 囚禁起来 囚禁在哪 就在南海 银台的韩元殿 光绪二十四年开始囚的 光绪三十四年他死 光绪被囚的时间呢 是十年 最后光绪皇帝就死在韩元殿 所以光绪皇帝是悲剧的一生 最后一悲剧 结束了自己帝王的一生 清朝历史上第一次接受外国国书 到底是在哪里 八国联军侵略者 如何在这里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敬请关注大孤公旨 西苑三海 西苑三海是明清皇帝的行宫和艳游的地方 所以这里也是北京城中 除了紫禁城之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 相比于南海 中海的政治属性更多一些 在这里发生的政治事件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改变着明清 王朝的命运 那么中海这里都发生了哪些不畏 中海 中海之雄 中海面大 比南海面大 中海南岸西岸东岸都有历史故事 我先说中海南岸 我先说中海南 靠南这儿 就是这个峰泽园 这峰泽园是康熙是开辟的 那儿有一片 一片地 康熙把它开辟是十亩一分地 做什么呢 做康熙自己的实验田 这里还有一个养残室 残房 还种了桑树 康熙皇后 它是根和枝 一和石 表示当时是种农的 峰泽园旁边有一个店 这个店叫崇雅店 在崇雅店到乾隆的时候 它在这间举行的宴会 宗室王公 一百多人 一百三人 在这举行的宴会 是宗族的友情 乾隆很高兴 上改名字 改成敦旭店 后来又改名字 改名字叫做一年店 后来又改名字 叫一年堂 民国初年改名叫一年堂 1949年以后 毛泽东主席 周恩来总理 朱德委员长等等 最高层那个高端会 会议室 当时叫做中央书记处 会议室就在这 一年堂旁边我叫做菊香书 49年以后 到76年之前 毛泽东主席就住这 现在的名字叫 毛泽东同志故居 保留下来 这是中海靠南面 这个风泽园 和一年堂 靠北面点 有紫光阁 就现在中南海西门 这紫光阁主要是考武进士在这 乐社 有比赛 在这个地方 到乾隆的时候 大家知道 乾隆他自己讲 他实权武功 十次重大的战争 自诩 他是实权老人 其中有四次重大的战役 最重要立功人员 一百三十五个人 每个人都画的像 挂在哪呢 就挂在紫光阁 他仿照唐朝的时候 灵阁图形 这么来做 他又选了五十个人 更重要一点 乾隆自己写了 像赞 就画像啊 写了赞语 可惜啊 八国联军的时候 就画像就给 有的就 抢走了 有的划给护抢了 就损失了 现在还有个别技术 可以找到 紫光阁这个垫顶 是屋垫顶 是最高级垫顶 它是绿琉璃瓦 黄简边 就是边上黄琉璃瓦 中心是绿琉璃瓦 建筑非常漂亮 阁外面是栏杆和大理石材材 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现在我们见到基本上是乾隆时候的那个杨子 到晚清的时候武功不行了 到同志十三年的时候 最后一年 外国开始也在中国读使节了 日本 英国 法国 俄国 荷兰 美国 六国类使节 地教国书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同志皇帝 接受的国书 在哪呢 就在紫光阁 离紫光阁不远呢 也还是在西门 有个宜鸾殿 这个宜鸾殿呢 是慈禧的时候 光绪皇帝大了 要结婚了 慈禧想我将来可要归正 要养老了 就找个地儿 就在中海建这个宜鸾殿 建去之后呢 他的秦宫在这儿 但他也没归正了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 我讲过慈禧西逃 逃到西安了 那八国联军这个统帅部 就住在中海 那个联军司令的瓦德西 就住在慈禧的那个秦宫 八国联军啊 官啊 兵啊 强掠 中南海的文物 白天明目张胆 又不敢 晚上 晚上门关了 怎么办呢 把这墙掏成洞 掏成洞了 脱了衣服 这么钻进去 小件东西夹带了 大件东西搭 衣服包起来 就这么盗窃的文物 有一天突然 夜里头 着火了 瓦德西一点准备没有 急忙就往外跑 那个参谋长 没来急跑 烧死了 史书记载 瓦德西 仅是一个人身面 没烧死 中国传统的时候 这也算一种报应吧 这八国联军 他怀疑是中国人 给放火烧了 故意烧它 后来他们查 查说他们自己 闹腾 瓦德西自己写本书 说明叫全乱笔记 他这里都承认 他说 戏由于铁炉之火 延烧壁上之木皮纸面 所致 叫他们自己的壁炉 不小心这么一起火 那么瓷戏回来以后 他就烧了 烧了 那再重建吧 重建的挪地 后来又重建 改了名字了 这叫淮仁堂 这名国改名叫淮仁堂 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淮仁堂 就是清末建的 这是西岸 东岸还有个地方 叫做万善殿 万善殿在清初的时候 主要是佛教的一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 这个顺治皇帝不是信佛吗 他去拜师父吗 玉林秀啊等等 他的几个师父 就在这个万善殿 顺治道呢 通宵达战跟他们谈论 念佛 顺治皇帝剃了头 剃光头剃肚 在什么地方 就在万善殿 后来他妈妈 孝庄太后 不同意啊 他不是又留着头发吗 那怎么办呢 就顺治就派了一些太监 这太监呢 把头都剃了 穿上袈裟 就在那念经 所以万善殿那些和尚啊 都是太监 化妆的和尚在那念经 甚至说替他来表示 他对佛的这种虔诚和敬意 中海还有一个大事 就是兵洗 就是花兵表演 花兵比赛 明朝的时候就有 但是以清朝为胜 清朝皇帝是祖先是东北的 东北冬天冰天冰天雪地 所以花兵的习惯呢 也就带到北京了 他那狗就拉爬的 冬天拉爬的 用狗拉拉爬的 所以叫石犬部 这么到北京来 八旗军队里有兵蟹营 就这么花兵的 他这兵蟹呢 就是靴子 底下用葱丝 或者铁丝 或者铁片 把它包 就变成兵蟹 比我们现在的冰刀叉 这个意思是一样 花兵啊 一种是花样花兵 一种是速度花兵 还有一种是杂技花兵 留下了图了 冰洗图啊 现在故宫博物院存着呢 画面场面很大 一个大的云形 两队钻在一个门 来进行比赛 优胜的是皇帝给奖赏 皇帝亲自在这儿看 有时候皇帝高兴了 还做那小的兵蟹 下一个的话 我们可能从冰洗图 可以看出当时的场面 和真实的情况 在迎亲的北京城中 围绕皇宫出现了 东西南北四座教堂 这些西洋建筑 为中国打开立扇 通向世界的窗户 系列节目 大故宫指 宫外三行 在鸡院三海中 北海建成时间最久 面积也最大 大约占地70公顷 是我国现存最古老 最完整 最具综合性 和代表性的皇家园林之一 明清时期 北海与中海南海一样 同为地后行宫 新海革命后 1925年 北海批为公园 对外开放 北海最具代表性的建筑 就是位于琼华岛上的白塔 而这座塔的修建 与武士达赖 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那么白塔 到底是如何建成的 北海的建筑里 还发生过 怎样的历史事件呢 下面是三 北海之秀 那进了北海这个门里头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白塔山 就是那个琼岛 白塔山在元朝的时候 上头有广汉殿 娃是绿的 山树是绿的 草是绿的 铺路的石头也绿的 一绳是绿的 因为蒙古是草原民族 太喜欢绿颜色了 那么明朝之后呢 那石头就变成白的石头 大理石的 到了清朝的时候 后来广汉殿有位帝尽 和以大人就踏了 那怎么办呢 修吧 修过什么呢 就修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白塔 那个富博式的藏石塔 修这塔原因之一呢 就是迎接丹莱喇嘛 大家注意啊 白塔山高是112米 塔高 35.9米 12层楼那么高啊 还是挺高了 塔的那个塔度 最大的直径 14米 这个塔呀 在清初有个特殊用处 一个是挂灯楼 一个挂旗 白天 有警报了 有清初 政权毫无安定的 白天有警报 就升旗 就报警 就全世界都能看到 就八旗就家乡见卑 晚上你升旗看不见 晚上就升灯楼 灯楼亮了 就是全城有警了 整个八旗都见卑起来 后来政权安定了 社会秩序也好了 这个作用就没有了 我在这儿 把这个达莱喇嘛事情 在这儿说一下 早在冲德七年 就1642年 达莱喇嘛就派了使臣 到了圣经 现在是一样 建了黄太吉 就那个时候 就跟清政府 就建立很密切关系 那么顺知入关之后 就达莱喇嘛 就要到北京 来觐见清朝皇帝 从西藏的拉萨 步行 来到北京 通过清海 那么到北京 漫长的道路 到北京之后 顺知皇帝接见他 一次是在南原接见他 一次就在太和殿 接见他 顺知皇帝 见达莱喇嘛 就册封他 就册封达莱喇嘛 为西天大善自在佛 领天下示教 普通瓦士拉达拉 达莱喇嘛 而且给他金策金印 这是武士达莱喇嘛 这是达莱喇嘛 接受中央政府策封 第一次 以后六事七事八事等等 一直到现在 都是中央政府策封的 班禅 也是中央政府策封的 班禅是从康熙的时候开始 白塔西面有个庆宵楼 这个庆宵楼底下 沿的山 修了一片楼 叫月谷楼 是个弧形的 这个月谷楼太重要了 里面是什么呢 都是碑贴 碑啊 贴碑 一共是四百九十五通 是碑 是谁的书法作品呢 是从魏晋一来到明朝 三百多位著名书法家作品 那个贴刻在碑上 这个碑啊 太宝贵了 现在保存下的最完整书法碑 就是这个 这个千龙对这有一首诗 他说 借问阎楼喝一鸣 三西古迹 聚精英 三西堂发贴了那个碑 也刻在这 四百九十五通诗碑啊 把那书法真记刻上啊 不走样 我们现在看那三西堂发贴啊 就这么踏下来的 谁主持这事 就千龙皇帝的弟弟 叫何亲王洪昼 也叫何宝亲王洪昼 这个千龙跟他弟弟俩就差一岁 他们爱心觉和家以后传说了 这个雍正皇帝是十个儿子 死了六 还生了四 一个是过忌出去了 就那个红颜过忌出去了 一个呢 就是有罪给开除宗集了 就剩两了 所以雍正在皇位的继承选择只有两个 一个是老四 就是红利 就是千龙 一个就是老五 就是叫红昼 他们安心觉了家宿以后传说 说他们俩是差一天 差一天 出生差一天 结果呢 这个千龙他那妈呢 就买从那太监了 就掉包了 掉包了 这个千龙就早一天 那个又晚一天 所以就千龙继承皇位了 这他们这个穿上说的 一直穿到现在 后来我查了一下 他们俩差一岁 还不是差一天 大概这个掉包的事 不大可能 这个红昼啊 他是封的亲王 封的亲王 千龙他主持这事 可见这事情重要啊 他就是监工主持一职 把这事做完了 这个红昼自己的手法也很好 红昼有一幅字 现在还能见到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红昼啊 跟千龙关系还是不错 有一天在这个考试 考试呢 建厂 千龙现在建考 这个何庆王也建考 天考太阳都快落了 这何庆王就跟千龙皇帝说啊 现在已经快乐了 快吃饭了 说你就吃饭去了 我看着得了 那意思啊 就是不会出问题的 我也是很公正的 千龙皇帝很生气 晚上啊 这何庆王也想不对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相信我也会很公正呢 那就意思就是 千龙不相信你了 就看你的 给千龙啊 就赔博士道歉 第二天 千龙说 说你昨天要是多说一句话 你就成为粉末一 我就把你撵成粉末 帝王之家呀 这么一句话呀 还没有特别那么刺激 直接伤了你 这红昼是不全学话 这个雍亲王当皇子的时候 后来当了皇帝 他的东西宝契 千龙就赐给他这弟弟了 所以他是不愁花 宝费很多 他不愁吃不愁喝 他也无聊 这事 是不是啊 他闲得没事 他出了个主意 有一天呢 他跟他这个王府一些人说 说我死了以后啊 你们都要祭奠我 该哭哭 该磕头磕头 完了他在那个王府那个大堂啊 他就在那儿就装死了 哎 他底下的那磕头啊 哭啊 好伤啊 烧香啊 他就坐起来哈哈大笑 他是该吃吃 该喝喝 该玩玩 该乐乐 他睡觉着床 摆着很多名气 就记着这东西 别说你这儿不吉利啊 是不是啊 你睡觉前摆着名气 就记着呢 他说什么 他说一句话 他说人无百年不辞着 人难有百年不辞的 习会为 有何什么可以忌讳的呢 这个何秦王是活了六十岁 天龙三十五年 一夕七零年 洪昼六十岁 病死了 月谷楼在底下呢 就是一兰堂 正好沿在北海那边上 一兰堂里头 现在有一处 就是仿善 仿善餐厅的正堂 清朝是小的戏台 北海的北岸 就是静青斋 静青斋是仿照江南园林 千龙皇帝精心之处 公认 南海中海北海 景致最好的就是静心斋 东岸最好的 就是豪普建和华坊斋 北海最北端呢 就是这个万佛楼 小西田 九龙帝也都在这个北岸 特别的万佛楼 万佛楼是千龙皇帝 给他妈妈八十大寿 祝寿修的 一共金佛 一万零九十九尊 底层是四千九百五十六尊 中层是三千零四十八尊 上层是两千零九十五尊 合起来 一共是一万零九十九尊 他这数都是在九在五在八 那这钱哪来 国库没有这钱 你皇帝动国库这也不行 那么大伙捐 当官来捐 官大来捐大佛 中等官捐中佛 小点官捐小佛 都有分量的 大佛是一百八十八两八钱 小佛是五十八两 按照官大小来摊派 花了十年的时间 把这佛卷齐了 往前安放在这万佛楼里头 八国联军 西方列强侵入北京 把这佛就给抢了 偷的偷 抢的抢 刮的刮 所以万佛楼 又楼而无佛 这个事情 中华记忆当中 应当 永远不可忘记 整个西远 南海中海北海 如诗如画 家胜万千 皇城远林 以此为惯 到现在为止 皇城一礼 我们就讲完了 下一讲的题目是 宫外三堂 谢谢大家 红墙之内 是二十四位帝王的悲喜人生 红墙之外 是百石王侯的神秘府邸 翻山姆园 梦回皇家园林的美轮与美幻 纵横南北 在线文物难迁的艰辛与艰首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自进程学会 副会长袁崇年 新年再续 红墙之外的大故宫